媽媽就幫我去菜市場買了一束花 然後讓我帶去學校送給女生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生很難忘的回憶 好媽媽 你也有上過 是蔡崇佑 還有Max 因為我覺得他們 都真的長得在我眼裡 都長得算蠻帥的 所以是長相上面嗎 沒有沒有我說 因為他們長得帥 然後又會唱歌 然後又會跳舞 所以我覺得 我們性質蠻像的 所以 就會想要 希望可以 贏過他們 戰勝他們 可以 想啊想啊 因為我之前在 喜歡音樂有培訓過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培訓的時候 有想過要放棄 然後去考公務人員 但是我現在 此時此刻我覺得 幸好我有堅持下來 然後 我未來也想要繼續 如果還能做的話 我也會繼續堅持 這條路 你們現在是都有初戀的嗎 有啊 有啊 當然有過 有啊 都有同歸 欸 誰沒有 不要亂講 閉嘴不要亂講 閉嘴不要亂講 我的初戀是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高中 對 太久了吧 高中 都要初戀了 高中 因為我小時候很 很胖 然後就是 就是 我跟女神告白 就很像那邊 然後高中的時候 開始 稍微變瘦一些 然後我就 因為我那個時候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示好 告白 然後我就問我家人 然後我媽媽就幫我去菜市場 買了一束花 然後讓我帶去學校 送給女神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 人生很難忘的 回憶 好浪漫 欸你有送過花 然後又被他開玩笑說 他覺得我蠻老派的 我會喜歡女生都是 偏那種 比較夢幻一點 就是 通常動漫裡面的那種 女主角 傻白天 所以你每天見到你女朋友 都是打開電腦 差不多 女朋友我來都要開機 欸開機 我被我 我被我回來了 但你們不覺得 在動漫裡面的女生 就是真的很完美 當然要怎麼過 要怎麼過 你自己在現實生活中 也是想要找完美 十目換成而已 對 但我覺得也不用那麼完美 但就是 其實動漫 動漫裡面的女主角 通常都不會很完美 但他們就是 我覺得就是 傻白天 然後很真誠 我覺得就可以感動到 就當時的女孩 對 她在現實生活中有看過嗎 在現實生活中 在現實生活中 我想像 可是其實 現在目前的生活上面 都是男孩 都是男生 因為我高中也是 讀很多男生的學校 那可能 可能就 嘗試一下男生 不是 欸欸欸欸 另外一條路 突然找到另外一條路 就會想要嘗試男生 你看 穿著女孩 很美 哈哈 哈哈 這真是 最好的 怎麼看 這次 你